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适合玩乐的视频 还有一些工作跟生活有趣的事情的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话 记得一定要按下面的按钮关注我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我今天来到瑞士苏黎市 好开心 因为这个是六月的第一个班 我六月都拿到比较好的地方 我已经两年没有来苏黎市了 在飞机要降落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满眼的绿色植物 觉得好开心 然后一起来打开窗帘 就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 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看 是不是天气超级好的蓝天白云 请不要觉得我看到蓝天白云 就如此的大惊小怪 住在沙漠就是整天看到黄黄天 跟一些人造的植物 然后那些树就在太阳下面 很可怜的一直被晒 一直被晒 然后来到瑞士就觉得 赶快要去清静一下大自然 现在是早上的九点钟 我要准备先去楼下 就在酒店吃一个自助的早餐 为什么要在酒店吃呢 等一下看到窗外的风景就知道了 我吃完早餐的 我吃完早餐的 前面发现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然后我想不用担心啊 因为我还带了一块备用电池 可是呢我回到房间 把备用电池换上去一看 对那块备用电池也是没有电的 所以我今天就要靠我的手机来拍视频了 可是我现在手机大概才80%的电 然后我也没有带移动电源 所以今天我大概就能拍到哪里 就是哪里了吧 请大家一定要领量我 然后我也要省下我的手机 也不能拍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因为我还要靠我的手机回来酒店 再一次拿到瑞士的纸叉 还是觉得他们好漂亮啊 你们看这个色彩 然后摸起来也是质感很好的那种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苏黎市的中央火车站 然后要换车去玉特利山 这边是十分之一样的 我们再次带着玉特利山 把自己的光灯都放在这里 然后再次带着玉特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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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到了玉特利山的这一站 上山了之后感觉有那么一点点冷 但是空气好清新啊 而且天气超级好的 刚一路上过来就看到路上的风景都好漂亮 我们现在就要上山了 好像还要再走十分钟的样子 我们现在就在玉特利山的山顶啦 虽然这不是一个很高的山但是风景超级美的 你看看我后面 你看看 对焦在后面 哇哇我真是超真的超喜欢瑞士 这是我最喜欢的国家了 每次来瑞士都会被它的美丽所蛰伏 天呐这绿色这绿的这蓝的这天这湖这树 不好意思我实在太激动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刚从玉特利山上面下来了 真的是太美了 那我喜欢瑞士啊 风气好轻轻 花香跟鸟叫声不接远 但是中午一点钟 太阳出来之后就觉得变得好热 刚要上山前还觉得有一点点冷 还好我们来的 还好我是决定想早一点过来 因为我知道中午会变得很热 现在是六月份 已经还蛮热的了 所以可想的这七八有多热 那我们现在就要再坐车回去 苏伊士市中心 然后去市中心逛一逛 然后去湖边逛一逛 一片大备 slipped身边浆 一片大佛 一片大余 就是小的 一片大余 现在回来 要不干净 我来 default 去湖边逛 如果决定 可以 我去湖边逛 这种 可以 我来 老 这里的义云水都好便宜啊 像这样一瓶500毫升那才85米瑞士法郎 大概4块多人民币的样子吧 之前有一次我来飞苏黎世的时候 带了好几大瓶义云水回去 煮好几大瓶乳水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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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